人掌诸首,轮回报应,真人真事,有名有姓。 佛教中讲六道轮回,这辈子是人,下辈子喝过孟婆汤之后,过去的一切都忘记了,而且还不知道来世还是不是人。 但不管落胎到什么境遇,我们都面临选择,我们的选择也在决定着我们下一次的轮回。 这个故事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孤单老人,他叫翁伯辉,他是从浙江去到台湾。 一直以来,人们看到他左手总是包着布袋子,吃饭时就只用右手扒饭吃。 熟视,不熟视他的人都不知道其因由,多以为他的左手长了什么窗户畸形吧。 有一次,翁老先生与人同桌并坐吃饭中,发生了一件小意外,引出了一段轮回转生的故事。 那天和翁同桌吃饭的有位先生叫若鱼,他秉着敬老之心要为翁老先生添饭。 翁谢绝了他,然而,就在两人一倾一句之间,翁左手上包扎的布袋被扯落了。 布袋落地瞬间,若鱼看见翁的左手竟长着一只猪蹄,吓了一大跳。 在众人中他抢眼住惊叫的冲动,看着翁薄韦,对方忙示意要他不作声,用手很熟练地将布袋套上左手,恢复原状。 等翁先生吃完饭,若鱼请翁老先生到偏僻处,私下诚恳地问了他左手异常的缘由。 此时,翁一面叹气,一面说出了自己多年来,没向人道出的心底事。 实不相瞒,我这只手,朱蹄,关系一件因果轮回故事,让你知道也是好的。 这时,若鱼拉起他的左手,恳请翁同意,让他看个清楚。 翁姐下不带,他清楚真切看到翁的左手臂前端两寸的部分,真是一只完整的猪左前蹄,蹄纸边还有稀疏的几根猪毛。 于是,翁老先生说起了自己在人猪和猪人间两次轮回转生的历程。 说来,惭愧得很,我只记得做猪的前世,是个穷困潦倒,牢骚满腹的老学鳩,截然一身。 当我年老病得快要死的时候,忽然轻飘飘地离开了病榻,经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,身体突然感觉冷得要命,颤抖不已。 忽然看见一户人家,门是开着的,我走进去一看,里面空无一人,厅堂壁上挂着几件黑那大衣。 我那时冷得实在支持不住,请客起了道心,趁无人之际,随手取了一件,踢穿玉寒,顿觉温暖舒服万分,就身不由己地靠墙坐下,暂避外面的寒冷,那时竟沉沉地睡着了。 不知睡了多久,醒来时竟躺在猪篮里,一条大母猪正生产完毕,躺在我的身旁,与我并排睡着的还有七八条小猪,再看看自己,也变成了小猪,才知道我以投胎转世为猪了。 我心里非常恐怖懊悔,自己责备自己,为什么要偷取人家的黑大衣穿,以致得了猪身果报,于是决心绝食,不吃猪奶,其他的食物也点滴不吃,宁肯饿死,只为猪身。 七天之后,果然如愿以偿,我又恢复轻飘飘之身,离开猪篮,飘忽到另外一个村庄,这时又冷得要命,寒风逼迫之下,我走入一户人家,想暂避一刻,那户人家又是空无一人,屋内也挂了几件大衣,想伸手去取一件来穿。 正当左手刚刚摸到大衣的边缘,忽然记起上次偷衣物落猪胎的教训,心生警惕,赶快把左手缩回来,决心与其冻死,也不愿再沦为道,婴儿即被严寒冻昏过去。 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,醒来时,我已躺在人家产房中,且又变为小小的婴儿身了,可是不幸得很,我的左手却留下一只两寸长的猪蹄遗憾终身。 翁老先生说自己这一生,不明不白地过了几十年,都是为穷苦生活而奔忙,对此,猪蹄手警告得终身痛苦,几乎忘得干干净净。 到台湾后,一个偶然机会他才知道,人的轮回转生,与自己的前世所谓有直接的关系。 其实没有哪一种选择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,人世间就是悲心交集,苦乐相伴的,只要我们不管面对何种人生境遇,都要有一颗从容不迫的心。 感谢观看